你们有打电话过来 说领一笔比较大笔的圣经 警方后报赶到银行 有富人想领700万的现金 就怕是诈骗 连忙先阻止他 有跟他家人确认了 我会带他跟着他回去 富人表示要领钱去买房 警方再次跟富人的家属确认 才让他把钱带走 事发就在台中 这位47岁的富人 到银行一口气 就想要领走700万的现金 说要买房 被误会遭到诈骗 连警联邦到场了解情况 因为富人有庭力障碍 只能用纸笔写字 来来回回沟通了好几次 才解除误会 不过这么大笔的现金 走在大庭广众下 实在太过危险了 连警开车跟在他后方 护送他回家 如果告诉你说 投资怎么赚钱 什么东西可以买什么币 怎么币什么币可以赚什么钱 或者是你投资 文赚不赔的 这些也是骗人的 记得这个你也打110 你就什么东西你都先打110 到家后还特别叮咛 要是真的遇到诈骗 一定要报警求助 如果说提理大量现金的话 也需要协助 可以到提供太多所来 甚至有护照 虽然是误会异常 但是富人家属 还是感谢远景的积极特地把现金 护送到家 让他们能够顺利买房 TPBS新闻所谈的 较反映台中采访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P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 小铃铛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